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由這邊來找最快 那找了之後 民眾跟我們講說 剛有聽到疑似爆炸聲 趕快進去看 剛剛我們在現場搜救的時候 在過來的路程當中 因為我們一直在想找一個制高點 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 先到五分三最高的地方 往下面去搜索 在我們過來這邊的途中 就有民眾跟我們反應 這邊有 聽到爆炸聲響 沿途步道很多散落物 那我們 直接趕快就趕快過來 然後往他講的地方 趕快過去搜索 在這個步道的3.1公里處 我們就發現到部分殘骸 沒有大片的都是小片 都小片 沒有燒焦 沒有燒焦 只有油味而已 只有油味 哦 都是汽油味 我們是用跑的 我們不是用走的 因為我們要趕快搶救 因為 有發現降落傘的物品嗎 只有發現主峰傘 沒有看到降落傘 還有一些 主機板之類的東西 主體殘骸 還有一個 不像人員的降落傘 像是器材設備的降落傘 到底是 這好像是前面 脊尾 脊尾 主峰傘 衣物我看到 要問尖方比較好點 因為他在跳蛤蟲 他人在跳蛤蟲 誒